所以佛话就是有一句老话说 臣则灵 灵就有感应 真臣到极处 你跟佛菩萨就常常感同 这个有道理 真臣到极处 我们现在跟佛菩萨 为什么没有感同 不臣 那臣的标准是什么 一念不散 叫做臣 你还有念头 不臣 那念头没有了 就成 所以我们念佛 我们有心念 有心念就不成 但是有心念念到无心念 无心 无心就是无杂念 无妄想无杂念 那个时候是真心 所以先用妄想念佛 念到最后变成真心念佛 真心念佛 感应就显起了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一定要把妄念放下 不要把妄念 杂念放在心上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我才能不能够 我才能够起来 那些不早就